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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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的紫外線真的很強 然後我都塗防曬霜 我一直都是靠粉底以後才達到物理防曬的 嗯,妝前乳就塗好了 這有膠了嗎? 這蝦膏是兩款混合 這個是資深糖的 然後我們上一下 之後蝦了,然後粉底也是Double Wear 然後混合一下我的妝前乳 因為大部分的顏色度來說有點深 所以我要再混合一點這個紫色的疙瘩 滴滴是這樣子 混合就非常的水潤 就很適合我這種最近乾到要死的人用 真的,哇,大力太乾了 那個爛臉爛得非常的厲害 你們現在看到的臉 還是我用膜藥壓制過後的效果 美妝蛋我沒有打死 其實美妝蛋有點硬 但是比起軟的美妝蛋我更喜歡稍微硬一點 因為我覺得太軟的美妝蛋 上出來的粉底很輕薄 就沒什麼遮瑕力可用 就會感覺軟的美妝蛋吸粉會吸得更多一些 所以我都是用比較硬的美妝蛋 我以前是真的很不喜歡美妝蛋 我覺得遮瑕力上的時候 剛上的妝感才好看 但它遮瑕力真的很 就會降低你粉底液的遮瑕力 很不喜歡 但最近又開始慢慢用美妝蛋了 上好了 粉底液大概這個樣子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瑕疵的對吧 看我真的曬黑了 你看,色調遮瑕又大部位了 是比我自己臉色暗沉一些 然後呢,來進行後續的再次遮瑕 用的是雙十一星版整個 看很多人講說很有名就買了 先點在手上 然後這一款遮瑕呢 也是比我顏色深的 所以我現在調了點歌劇面影的 這個黃色 進去把它調亮 然後我們來遮一下 每遮住的地方 打著光 就是晚上是每個晚上打燈 然後光又不是很均勻 側近看就有點爆光 二次遮瑕遮好了 我也沒有完全遮住 就像靠近這邊的大豆 我就不想去遮它了 然後 嗯 因為我剛才說先是晚上 我不打算出門 所以我脖子就不上粉底液了 韓溪真的修容棒 然後 大面積的修 因為今天要換的是擋風妝容 所以修容可以手重一點 你看 我這修容面積 真的很狠 兩邊臉的對比 兩邊臉的修容都OK 我們來定裝 以前的 常常都是非常霧面的 所以我們用散粉 把臉定得牢牢的 OK 定裝好了之後就是 化眉 化眉我們就先拿一個 眉梳 把眉毛給舒順 然後眉筆用的是花西子的這一支 然後也不知道什麼色 應該是棕色吧 先勾勒一下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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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概的框架畫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拿 眼影粉來填充 用的是摩登時代 裡面的這個顏色來填充一下 用這個偏綠色帶點青色 我也不知道怎麼描述的顏色的黑色 來填充一下我們的眉毛 港風妝容的眉毛都是比較黑的 然後呢我覺得 我的眉毛其實畫的是 我有點太過平直了 因為我本身眉毛的原因 然後我又忘記帶修眉倒回來 之後我們來進行修容 重點修眉下的眼窩的位置 就是圖上 視頻上你看到的位置 然後還有眼尾 我一直在強調的修容修的眼尾部位 要加重的修容 比平時修的更重一些 注意我一直強調 這個眼窩修容的回勾 一定要勾上去 所以在港風妝容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我們來 重點的暈染一下這兩個地方 加重之後呢 我們把刷子上的魚粉 帶到鼻樑 鼻樑和鼻頭 不需要太過強調的修 保留它原本的圓潤 就有那種 嗯以前那種年代的 少女的嬌俏感 我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我們用 把扁頭的刷子 把臥蟬也修一下 之後選取這個顏色 來進行眼部的打底 記得要將邊界暈染 過度自然 之後再選取這一個顏色 來再次暈染一下 我們的視頻裡面看到的位置 就是眼頭眼尾兩端 來進行加深暈染 往上暈染過度 之後下眼睫也要戴上 之後再選取這個髒魚色 然後呢慢慢的 少量多次往上暈染 重點加深暈染眼頭和眼尾範圍 然後呢就是少量多次的 慢慢往上暈染 像一個 嗯 一字形暈染 中間先中空出來 後面是傾斜的暈染 按照我們眼窩修容的形狀 進行暈染過度 之後呢 再用扁頭一點的刷子 再沾取這個顏色 來進行重點的 加深我們的眼頭和眼尾 然後下眼皮 依舊也要戴上 之後呢我們記得 把邊界進行加深暈染一下 進行連接 之後再選取這個棕色 再次進行疊加加深眼頭和眼尾的位置 之後選取這個淺一點棕色來加深眼頭 加深眼尾是深棕色 加深眼頭 加深眼尾是深棕色 加深眼頭是淺棕色 然後呢 這個時候可能看起來邊界有點生硬 然後我們把刷子在手上掃乾淨之後 用完暈染過度一下我們整體眼影的邊界 然後下眼皮依舊用魚粉來進行加深 因為剛剛光線很沒有港風的感覺 加上它顯得我眼影比較淡 所以我畫了一個偏暖的光源 然後呢我們用黑色眼線膠筆 來畫一下內眼線和外眼線 之後再選取扁平的刷子 沾取這個眼影的顏色 來進行我們眼線邊界的暈染過度 讓眼線過度的比較柔和 然後呢用餘下的粉 我們畫一下下眼線 下眼線畫後半截就好 眼頭部位先不要畫 然後呢再用這個刷子上的魚粉 來畫一下眼尾 眼尾稍微拉長一點就好 之後我們選取這個深棕色 依舊用這個扁平的刷子 來畫一下眼頭 之後貼上硬梗的假睫毛 先把睫毛夾翹 之後貼上假睫毛 貼上效果是這樣子 然後再貼上橄欖形的蕾絲雙眼皮貼 先找出你想貼的褶皺的位置之後 確定之後我們就把雙眼皮貼上去 等待它乾了之後 睜眼就好了 這一盤眼影盤配色真的很好看 復古粉質也很細膩 鹹色度也很好 之後我們刷一下睫毛膏 讓真假睫毛不分層 之後呢我們在等待睫毛膏乾的過程中 用眼線葉筆來看一下我們的眼頭 我喜歡這種彎彎向下的眼頭 然後和剛剛眼線連接 之後呢我們來進行修容 修容之後呢我們要把睫毛夾翹 我這裡沒有露睫毛夾翹的部分 修容呢要大面積一點 因為港風妝容都是修容比較重 比較大面積 之後呢再選取這個腮紅 來大面積斜在顴骨上 還有帶過修容的部位 之後我選取了一個白色的膏光 我們提亮在眼睛下的三角區 然後呢還有我們的下巴位置 嘴角位置也要提亮 這樣子能讓整個臉 有往上提的緊緻的感覺 有少女感 提亮一下太陽穴和鼻樑 之後呢我們用這個溫柔醉的唇釉來進行唇妝 這款唇釉是非常好看的豆沙色 然後我覺得非常百搭萬用 我覺得除了這個港風妝容以外 其他日常也可以經常用到這個顏色 而且不會過分的拔乾 雖然是雅光霧面的唇釉 上嘴唇的線條畫的稍微圓潤一點 這樣子比較偏向港風的感覺 之後把頭髮整理一下 戴上假髮 這個妝容就完成了 然後呢這個妝容視頻就到這裡 後面就是漫長的作妖時間 喜歡看的可以看下去 不喜歡看的可以退出了 如果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麻煩給我多點贊 多彈幕多評論多投幣 然後呢多轉發 希望這個視頻對你們有幫助 也能給你們美好的生活 帶來一次樂趣 再見拜拜